来看这样的情形 高雄有民众他从豆浆店走出来 发现一只活生生的大鳄鱼 从水沟爬出来了 吓得大家立刻拿起旁边的水桶 和三角锥进行捕捉 直到警方还有相关单位货报到场后 才结束了这场惊魂 据了解这只鳄鱼疑似民众的特殊宠物 不明原因遗失了 目前由农业局代管中 水桶三角锥一现场 围捕的器具通通搬出来 因为街上突然窜出 一只活生生的鳄鱼 就怕鳄鱼受伤 但同时也害怕自己受伤 现场协助的民众 不敢大意小心翼翼 不只民众屁屁串 小鳄鱼看见大家 同样很畏惧 下了得退撸躲进机车底下 突然会有鳄鱼当然害怕 人家会吓到 鳄鱼的话 它本来就是平在我们这边 真的是吓死人 难道豆浆店也卖鳄鱼吗 这一幕就发生在 14号晚间的8点多 当时民众刚从高雄 一间豆浆店用餐出来 怎么知道水沟旁 竟然冲出一只 长约60公分的鳄鱼 就怕危险 当然赶紧通报商官单位 农业局到场初步判定 这只鳄鱼品种为 眼镜2 疑似为民众的特殊宠物遗失 目前委托专家鉴定 并由农业局代为包管中 目前台湾的鳄鱼还没有听说过 在野外有建立这个族群 那农业局呼吁过 有饲养这个宠物鳄鱼 那个民众要善尽 世主责任 千万不要弃压 呼吁民众真的不要随意 丢弃宠物 尤其这又不是一般的 寻常动物 被抓到不仅将 移动保法开罚 最高15万元 这场惊魂 要是没有相关单位 前来处理 不能落幕 恐怕还很扰民 就成本准成音 刚刚唱不到